我看这个窗户 deck 大家好 你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吧 我原本想法是說要等到老師來上課 可是已經30分了看大家都已經會受不了 所以我就直接開始了 那我們這一張最主要講的是分割 image segmentation 那如果你有很不幸的也有上過第二張的話 那你應該有看過我或是包第二張 我這學期因為幫別人代獎 所以我只有兩個禮拜 然後三個禮拜的時間在準備這篇 paper 所以如果我是有自己再加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就是跟第二張thurch holding的部分 有一些重疊到 所以我就覺得有些東西可以再補充一些 那除此之外 如果有一些準備不周 或是說有些東西你們想要另外補充的 那歡迎下課的時候來跟我講一下 那如果外面點名的同學的話 就是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想要點名 可是如果有些同學應該知道 就是說老師覺得在裡面的同學太少 所以他要求我們到下一節 就是第一節下課的時候才開始點名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助教討論完的結果是 我們等到老師來的時候再決定說 第一節就是這個時候到底要不要懂 那目前老師是還沒來 那我們就外面就可能再稍等一下 如果你沒有事情的話 這樣子 那第一章是簡介 簡介的話呢 我們分割這東西是 30年前就有的技術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再重新學一次 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種電腦視覺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在工業 科學甚至醫學方面的東西的 業界的地方都還有繼續在用 所以仍然非常的重要 那這張 這張最主要是偏應用 只不過呢 應用的 應用的 是由這兩個比較基礎的方向 Histogram Mod Seeking 跟Region Growing 這兩個應該在之前的章節都有提到過 那我們這邊只不過在利用這些的想法 再仔細延伸下去 那我們就開始看看有什麼樣的應用方法吧 那既然要談應用 那我這邊就先舉一些關於不同業界 不同界之間應用的角度 像在醫學方面 各位知道白血病嗎 就是白血球一直無限增生 然後導致患者自己本身 被自己的白血球攻擊 那假設我們可以在早期就發現 早期就可以偵測到白血病的症狀的話 那對於病患而言 我們就可以早期治療 然後可以更快的康復 那這些白血球呢 是由骨髓或其他造血組織裡面 大量的烏合 烏合球 因為 不好意思 白血球的話有分很多嘛 B細胞 T細胞 巨噬細胞 殺手細胞 這樣子 那最主要是由這些烏合細胞 然後去導致病患他們的身體產生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去抽取病患的協議 然後呢 我們去把所有透過染色 可以分辨出來的白血球 去做分割 從影像中分割出來 分割出來的東西 我在對它的大小跟不同的特徵去做分類 這樣的話就可以分從ABCD三種不同的白血球 這樣子 那再透過分割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在另外對它 像這裡的話 它是對它的細胞質 以及它的細胞核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話 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細胞核非常大 佔了整個 佔了整個細胞的本體 那在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提早去判斷說 這個病患 它體內的白血球 體內的白血球 是不是有變移 那我們就可以提早去做治療 那接下來是業界 工業界 工業界的話 像鐵軌 捷運 最好提的應該 如果有搭捷運的話 你可以常常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會專門磨鐵軌的列車 那 在國外 假設它們鐵軌太長 你沒有 沒辦法長時間去做 那麼多人力去做維護的話 那我們最好的方法 就是現做檢測出來 假設有問題 那我再去 我再去對它做維護 所以這邊的方法呢 它是用兩片LED燈 然後去對它做均勻的打光 然後中間是用工業的相機 然後用電腦去做判別 判別的方式呢 就是我先去拍張照片 然後去把鐵軌部分分割出來 分割出來之後呢 我先去把它的背景 去做model 就是它的底部 假設我去模擬一塊 它沒有問題的底板 那我們兩個去做比對之後 你就可以找出來 有一些刻痕在 那這個刻痕 我再透過thritch holding 我就可以把它強調出來 那 強調出來之後 我再去把它做twitch 提取 這些特徵 我就可以另外做提取出來 然後再判斷說 我這個東西到底需要需要 下面這邊都會有 這一個paper是從哪一道 那它實際的樣子長這樣 好 那除此之外 現在還蠻流行的一個 就是你在側牌辨識 然後你連續的去做 那在做那個之前 你肯定也是要去做分割 把車牌或者是車子把它分割出來 所以在這篇paper裡面呢 它也是一樣 先去做一個底板 然後它是做汽車 或者是移動物體的偵測 先有一個底板 然後在實際的 實際有高車流量的情況下 然後它們提取出來的東西 可是說到我自己覺得怪怪的 因為這個白色的部分 就代表說它臉這個部分也很提 它臉這個地板也提取出來 所以什麼是image segmentation 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的話 它其實主要定義有這兩點 第一個呢 是我把影像把它切割成 就只是那塊白板 我把它切割成九宮格 那這樣的話也算是影像分割 可是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另外一個重點是 你需要分割出有意義的東西 那它們分割出來的東西 你再把它全部重新組起來 它就會變成原本的圖案 裡面有寫出來一些規定或準則 第一個 再分到同一個區塊的像素 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特性 這應該不難理解 就是我們需要 假設我們 在對這個畫面做分割的話 我要分割出來的 這一張 這一張投影片 它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定是非常亮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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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之類的 第二個 一個區塊內部應該要簡單 而且沒有什麼小洞 這個應該是比較困難 就是 簡單來講 這一個區塊我把它分割出來之後 它應該就是要整齊的正方形 它裡面不應該要有任何的雜訊 第三個的話 是相鄰的區塊對於低點的特性 應該有顯著性的差異 假設我把 假設我把這個簡報的圖像 把它分割出來之後 那它 一定要跟下面這一塊 有很大的差異 為什麼 假設我這邊也是白色的 那照理來講 它也應該 也會是簡報的一部分 那它們應該就會要融合在一起 那第四個的話 就是分割區塊的邊界應該要簡單 沒有鋸齒 然後在空間上精準 這是希望 因為 假設沒有鋸齒 然後非常簡單的話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會說它分割得非常乾淨 就是相較而言 我們在後面 再繼續做 判斷的時候 就會非常簡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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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提到 Histogram Mode Seeking裡面 最主要 需要的 用到的部分 分群呢 它就是一個 在分割裡面最常用到的技術 它裡面呢 就是將 你有一個圖騰的項量 有一個類似圖騰的 pattern的 vector 把它分割成 subset 然後呢 這些subset就叫做cluster 那你就想像 你就可以把 一整個 資料集 的散布 那我就 把它透過clustering 把它分成三個cluster 那pattern vector在這裡 在影像分割的話呢 就有可能是 GrayValue的intensity 或者是 它自己本身的touch track 那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的相似的地方 就是 你可以把所有 具有相近特性的資料 分在一起 那相異的地方呢 就是影像分割的分群 是在空間裡 沒關係 這個我們可以後面可以提到 好 那在這一張裡面呢 它 就根據這本書 它最主要提的是 以 維度 GrayScale Gray Level Intensity 來做影像分割 那至於 假設你以後 想要 照著做 然後 可是你手上 所需要的資料是 有 多維度 多像量的 那這沒關係 我們就只需要把它 把它那些特徵 轉換成一個特徵值 把它轉換成一個數值之後 那一樣 我們就可以 像對它做 灰階值的方式 對它做分割 那接下來 這些不同的技術呢 是根據它強調的地方 以及它犧牲的地方 的不同 所以說 才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技術 好 那 先來一段笑話 哇 不大懂 這個 那個homeless kid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就是老師給 回家作業啊 可是 這個小孩子 無家可歸 所以他不用做作業 是這樣子啊 OK 那他 以後你上課的時候 你就去跟老師講說 我是 無家可歸的 那個 我通通作業都不用教了 哈哈 最近 最近快 快聖誕節了 然後就有個媽媽一直想要講 那個 南瓜派 Pumpkin派 You know who should put your coffee to me I don't think so I want the telephone for the bacon pot Pine Pine Pking Pie Pancake Pie Panject Pie Pancake Pie I want建塊 Pine Give me the phone number for the Apple Pie 皮肉團 你賣 conhe了 中心 不受了 在這層是屎伯 dj It's what it's called? Pink pink pie It's you lips, bro It's your ass, bro How many times I have together to give it and get enough of the pancake pie? You kid I was run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my 所以他是在嘲笑他阿嬤每次都要讲pumpkin pie 結果他阿嬤都把他讲什么pancake pie Okay okay 但是我妈来给他 哈哈 所以妈来给他 不是 再一個還一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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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 measurement space by 的spatial cluster 那 measurement space呢 就是你對它的特定的特徵值 那spatial cluster 就是你在那個影像中 對它做某一個區塊的 指定區塊的分隔的樣子 那它的過程呢 第一個就是你先去對它做特徵值的 特徵值的分群 然後 呃 像在這裡的話我們是對它做 灰階的特徵值分群 那這裡 可是你 第二張還記得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說 這邊有一群 這邊是第二群 這邊是第三群 那一樣在這裡面呢 我們也像 剛才我所提到的 我們遇到第一個群呢 我們就把它標示為1 然後第二個就是標示為第二群 第三個就標示為第三群 那標示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那些 擁有相同值的 把它做標籤化 那假設這些都擁有 一樣是 灰階值是 灰階值是 20的話 那我標示為1 然後這些2的是 50的話 標示為2 100 3 然後這樣一次類推 那這些被標示完的東西呢 我再用連通圓圓的方式 把它另外做萃取 再來提取出來 像這樣 好 那這樣子的方式在哪裡 會比較有用呢 第一個 當你的影像中 擁有很少量的物件 而且他們的灰階值都有非常大的差別 否則的話你想想看 你在 你如果想要在一個森林裡面提取出一棵樹 可是都是綠色的 你就會很難分辨出來 除非它是 它特別是紅色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 這些 這些object appear on nearly uniform background 就是說 他們後面背景 都是同一個顏色 那這個好處呢 就是它只需要 one pass 比如它很快 它只需要看過影片 然後它就別錯這些事情 那我把它的過程再詳細的講一點 那我們假設 這些 我們假設在這個物件裡面 我中間畫一棵聖誕樹好了 就白底 然後中間是一棵樹 那我假設這棵樹自己本身 它綠色是 同質的 同質的物件 就是它綠色都是接近 都是同一個綠色 那 假設旁邊有其他樹的話 那的確 它們都是綠色的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 歸為 歸為同一種物件 所以 那它們這些 在同一個 measurement space 在這裡 是灰階值 的情況下 它們就會被歸在 同一個 灰階值的強度 那 我就可以先從 灰階值強度的直方圖裡面 第一個 最多的那個peak 我就可以說 那個peak裡面 這個應該就是樹 所以我就可以把 這個部分 標示為1 那背景是白色的 背景是白色的 然後可能有些字 我就把它當成雜訊這樣好了 背景是白色 那我可能 就會有bimodel 雙峰的方式 呈現出來 那我就可以說 這邊 樹的話是1 然後背景的話是2 然後我再把1跟2 這兩個 標籤呢 再把它重新放回到 影像中 所以呢 過程中會分成 第一點 分群 第二個 標記 第三個是連通圓件 所以 像在課本裡面所提到的是 它對一個礦石做 礦石橫切面的 影像 影像分割 像在這裡的話 可以分成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 這個 比較白色的 第一種礦石 我們就稱第一種礦石 第二個是這種 髒髒的 第二種礦石 第三種 則是 這些髒髒的裡面 有一些黑色的 這些小區塊 我們把它稱為第三種 雜質 空洞 空洞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邊 第一群有空洞 第二群 可能是這些 比較 咖哩狀的東西 然後第三群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 比較偏白色 那我就分別把它標示為 從 最暗的這邊 開始標示為 一、二 然後 最亮 標示為三 在我 只分為三群的情況下 那這個影像就會被 我分割成這樣子 那什麼樣的情況是不好的分割 就像在這裡 一樣是礦石很切面 可是呢 這上面會有一些髒物 像是你這邊 我們用人眼可以很明顯 看出來有一條線在這一塊 可是呢 它這上面就有一塊髒物在上面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 灰階質的脂肪圖就會呈現三個 原因是因為這邊就是黑色的部分 那一樣 後面這個背景 然後接下來才是最白的 可是因為這個瑕疵或這個髒物的關係 它自己本身就會被分成一群 這邊會分成一群 可是我們真正希望可能就是它只要分成兩群 兩個群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很準確的提取 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像在這裡 我們再重新複習一下 剛才所提到的準則 同一個像素 同一個像 同一個區塊的像素 要有相同或相似的特性 然後一個區塊應該要簡單 沒有小動 相連的區塊 相連的區塊在低點的話 應該會有顯著性的差異 那最後的話應該要簡單沒有鋸齒 而且空間上輕重 那在這裡的話 就是因為那個髒物的關係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用另外的方式 再去把這個東西去除掉 那像在這裡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雜訊點 所以說這邊就是 配用透過 opening 的方式 再把它做去除 好 假設它是unimodel的情況下 unimodel就是只有單封 接下來在整個章節裡面 都會出現這張圖 那這張圖的話是一個 機艙 機艙的隔板 機艙的隔板 那它自己本身都是金屬類的 材質 所以說假設我們在灰階的情況下看 金屬在光的照射下一定會有相似的反射特性 除非就是它不同的角度 所以說它就會有不同的亮度而已 所以它很理所當然 除非會有單封而已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還是稍微可以去對它做風格 那怎麼做呢 就是 前面這一塊 我先回到這邊好了 我們有一些黑影的部分 我們把它當成我們不要的東西 因為 那東西可能就只是陰影而已 那 對於 在我們分割的時候 我們覺得 那東西可能也是歸類於這一塊 這旁邊的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成 我們就先不要把它 那是最亮的嗎 喔 對不好意思 就是最亮的部分 那我剛才講犯 抱歉 抱歉 那我們就可以按照它的 它的鼓聲 每一個鼓聲去做判斷 然後去提取出 提取出 看你要分三群還有五群 那我們選擇的群數呢 就是按照鼓聲來做排序 從最深的開始選 那 在課本裡面就會選出來 假設這邊的話 是 1 2 3 4 這邊是六個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七個 那這邊這樣排下來 就是1 2 這樣子 那可能第三個的話 就是這一個 好 課本裡面第一個先提出來的是 它把這張圖 影像分成五個圈 那分個五個圈的話 你可以看不出來到底 到底有什麼特別 然後 邊界 都會非常有雜訊 那這個是把整張圖 影像去做三個圈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把邊界 好像分得比較乾淨 可是有些地方 因為黑影的關係 所以就被融合在一起 所以這邊要提到一下 在measurement space 的clustering的方法 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 它沒辦法有很好的空間連續性 第二個的話就是 它的邊界可能會非常的 noisy跟beasy noisy的話是雜訊 beasy的話只是雜訊的程度 就是它充滿雜訊 而且雜訊的程度非常大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前面這兩點 在提講什麼 它的連續性可能沒有很好 像在這裡 我們希望它連下去 可是這邊的話 它中間是斷掉的 這邊可能是分成另外一個區塊 第二個是它的邊界 是非常的充滿雜訊 我們在 這個灰色與黑色之間 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樣是一個漸層的情況 我們沒辦法去對它做 很好的提取 所以有人就想到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讓機器去 不斷地去尋找 怎樣去做 怎樣去做分割會最好 就是怎樣去做分群會最好 所以就有人 他們 Ollander Price跟Ready 他們在1978年就找到一種 比較Recursive的Histogram Mall City 那先把圖按出來 這邊呢就是先 我們先去定一張 定一張那個遮罩 那這個遮罩 初始遮罩 是所有東西都涵蓋住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遮到的東西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把我們目標的照片 在這裡的話是 在這裡的話是 在這裡的話是一個背景 三景圖 三景圖 就有一個火圓形 三角形 然後一山 然後天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遮罩 去對這個遮罩 放到這個影像上 然後對它去做 對它去做Histogram Mall Seeking 然後我們就可以 因為剛開始並沒有 剛開始並沒有 剛開始並沒有很明顯的分群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波峰在 好 假設這一次我們在這個濾鏡裡面 這個遮罩裡面 產生出兩種 就是不只 只要不是Unimodal的話 那我就會去產生一個新的遮罩 在這裡 我先講到第四點 我先講四支一好了 假設就只有一種 那假設只有一種的話 就代表說我這個遮罩 是成功的遮到 只有遮到一個物件而已 那這樣的話 我這個遮罩就把它留起來 然後這個遮罩就代表說它成功了 那我就把它從這個Stack裡面 把它丟掉 就把它泡掉 然後把另外一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把另外一個東西拿出來 那假設它不只一種的話 那我就對它去做分群 分群完之後 再去用分群完的資料去做兩種 假設這邊是兩種的話 我就把這兩種做成兩種不同的遮罩 然後再另外丟到Stack裡面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我可以不斷的去找出來 這個影像中還有哪裡可以去做分割 然後就一直不斷重複這些步驟 然後直到我們的目標Stack裡面是空的 就是我把所有東西都分割完了 那結果就是長這樣很醜 那就像我前面 可是它在有一些細微的地方都可以留起來 而且剛才我們可以看到它剛才前面所提取出來的 分割出來的影像 下面這邊是斷掉的 可是這邊的話它是一直線就可以連起來 所以它是連續的確把空間上連續性有達到的 於是我們在對它做3x3 square的opening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整張圖變成比較完整的分割 那沒辦法因為前面中間 中間這一塊比較亮 所以它就會被分割成另外的物件 可是這樣子的話在這樣子的技術 它有個壞處就是它有一些小的 它有一些小的東西都被小的雜訊都被敘除掉 可是它有一些細長型的特徵都被遺失了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細長的部分 它這邊的話就只有兩 它就只有側邊這一塊跟這個 可是這邊中間的東西不見了 好,那接下來就可以稍微提一下說 對於色彩的影像 我知道這張不是彩色的 對彩色的影像的話去做 measurement space的cluster 那就如剛才提的 你的特徵空間可以不只是匯接 那我們這邊套用的話就是 這邊套用的話就是我顏色RGB的部分 在對原始RGB去做分割的話呢 是長這樣子 那這一個人 我不知道怎麼念 他就建議說要去對他做一個轉換 那轉換的式子就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像前面的話 他這邊有腳有帽子 然後窗戶有四個 這邊的話窗戶是幾乎都不見 然後這邊至少可以分成三個 三個部分或四個 然後腳的部分的話他有把它分割出來 所以 在現在這樣子的結果下看起來 的確他這個做 對他RGB三個不同的平台去做轉換 的確是能分割出比較好的結果 好,那我們再休息一下看個笑話